哈喽 大家好 今天的霹靂調查局 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誰言女子非鷹鵡 話一聞就是說 誰說女生不是鷹鵡 其實我們也是很愛講話 也是鷹鵡 不是 是鷹鵡 經國女英雄 懂嗎 沒錯 這個就是朝靈雀時期 西窗月對決地盲的旁白 說到台詞夠帥吧 在霹靂劇情當中 有不少武力高強的女性角色 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 有哪一些女角 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吧 好 首先第一位 就是登場自蒼璇契時期的 仙城賀影 絕麟生 一登場的時候 就馬上介入魏家被滅門的血案 並且也救下當時的魏清風 不過個性窘異的兩個人 對於報仇這件事情 那兩個人想得不太一樣 魏清風就覺得說 好像我可以放下 所以就造成了 不情願報仇的魏清風 被絕麟生強迫習慕 只要你救我 我就幫你補償 實在是 已經活生的財荷 也無法補救 萬萬上不被我所欲見 心人必殺 難得你就不懂一跳 我可以教你武功 讓你病狂 讓你糾純受人 從人愛逃 從人受氣 但是我 就沒有不少的打算 又還好於我心中了 竟然有日子亂找人 將你大飛天氣風 好好沒人一歡 雖然魏清風是個柔弱的書呆子 但是骨子倒是挺硬的 完全不吃絕麟生這一套 整個就是敵死不從的狀態 這時候也不知道該說是魏清風 還是要說滅門的絕世成他們 因為對於魏清風懦弱的態度 絕麟生為了要幫魏清風出頭 不爽的時候 就去把絕世成他們抓出來扁 魏清風看到這個情形 在講道理的時候 絕麟生又為了震撼教育 再把絕世成他們抓來 要他們去扁魏清風 這個非常錯綜複雜 搞到最後絕世成都在碎唸 我要令馬兄回子 搞分這個書生 雖是一步風采駕駕駛 怕書生 對 心弄怕 當當怕 但是不然中途怕死 意欲失落 人就對得背中 有沒不雄 有沒由愛國怕書生 有自己的心理 是矛盾 其實你看這段鄉主就可以知道 這兩個人本身的價值觀 就不太一樣 沒錯 絕麟生認為人性是本惡 都是壞的 壞人就應該打屁股 都應該獲得誠摯 但是魏清風覺得人性本善 人性一定都會有善良的那一面 所以才會有絕麟生連番的惡整 就是要逼使魏清風認同他的理論 但也在這個長期的相處當中 魏清風也讓絕麟生開始有了 那麼一絲絲的轉變 原本堅僧刻薄的他 後來竟然也會去鼓勵 昔日被他嘲諷的認見誰 讓他重拾見者的一個自信 而這段相處 絕麟生封閉的心靈也漸漸被打開 並且有了一絲絲的溫暖 不斷甘地惡人 其實是為了學生 每一齣的事就在心裡打擾的甲 火燈在那裡就快樂 煩惡將早期白天驚人 我說得對嗎 這就是你的財色 蛤 你把生過米燒吹牛肉嗎 將自己躺起來 當別人來找你 可是 往往中做起 躺得太默 人為你面前走過 可沒有發現你 理解你 最好甚至放棄 人生一生一國 理為何一路保養 人生自身天地蘇生 我相信天理 將相信人生 人這雙子 只要生心一談 過雙關懷 就要千秋這湯舊一牛 令人生亂 從雙中的漸漸轉入 別人貴傑不堪 讓你所有的情意 夢想陰影 不僅人情 幾世改運動 不察不清 一生 幾夢境 又改喧自五十八 人生 才能千秋天地 一般的了解 無奈魏清風 因為名聖天書的緣故 被異度魔界所侵抓 為了救魏清風的 絕靈生 不得不以書換人 但是作風剛硬的 絕靈生 當然不會這麼 輕易投降 卻在交易完成之後 馬上奪書 絕靈生雖然武力不凡 但是對上 魔界四天王之一的 暴風殘道 絕靈生手遭異能侵蝕 只得自斷一臂而退 此時 昔日認為遭受 侮辱的血與狂潮 受命諸武的命令 領露絕靈生與魏清風離開 卻在走出魔界後 邪與狂潮反手一刀 致使絕靈生遭到重創兵死 雖然有問天遣出手相救 可惜絕靈生 仍是命絕天霓風上 呵客有此理 なんか歇靈生 阿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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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相救 無懸惠的 大吉島 每一人的 快一人的 快一人的 我漸漸胸心 要是在这个厕所 只能这个 永远化现的天堂 好 再来为你介绍的 就是快雪石琴技无瑕 你听这个名字 感觉好像书法写得不错 但事实上 它是扛瓦斯等级的 天生神力无穷的 它手持极重的太弱三箭 出登场就一箭击退巨魔神 而在扣音子的口中 大家才得知 原来它的真实身份 竟是波巡的女体 在当时星云河复出之后 波巡因为遭到 这个烽火关键冲撞 导致它三体分离 这个女体的部分 失去记忆 成为现在的快雪石琴 后来纪武侠被一页书打伤 辗转被书十二援救 带往岁云天河 由剑之初照料 在这期间 剑之初父子也得知 纪武侠的真实身份 因此剑之初 常在言谈之中引导 希望改变不可预知的未来 最后纪武侠 恢复身为女爷的记忆 但却也陷入两难之中 一方面希望与书十二 一起退隐在岁云天河 但另一方面也担心自己 会为十二带来麻烦 而自己也无法完全放下 遇见那些忠心自己的部众 以及同修之情 带来说是有榜 带来说是有榜 我来想留着这品兵心 是车梦 好 天所不及 就会是夏水美青 是一阳兵刷福气战口 让人尽力变成美经病 后来尽力变成低寒形式 如今这些消耗 要改身无声传的心 以动手指引的使劳 尽力是心中的有风向 自身的生命与苍生的未来 各在天平的两端 继无侠能明白欲界的恶 坦然选择牺牲自我 完成祸关计 不复他的狭者初心 以命相陪同修情仪 既无侠无憾而逝 最后随着欲界所带来的阴霾褪却 一抹心血就此融于武林当中 是否 该攻击 这恰恰 如要 一致实的不意気分 只是 我都一定想水 是否 记得我向你 你讲的 古代小婷 这老年 我随着我的抽屉 挤工宝 在座的 紅菜台 新货帐 梦天爱无缘 你去甘前方好酸 事别在书 对社会专业来生路天 我哪条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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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义义 亲切的当意义 季武侠始终抱持着光风际月的侠义初心 寄望能活出真正的自我 但是遗落的过往仍是分踏而至 属于女爷的责任呢 形成了置顾侠心的枷锁 在初心之路上颠簸前行 却再也回不到快雪时情的洒脱快意 但随着失去女爷之力呢 季武侠终是放下欲戒牵绊 当断则断 纵使仅是一场轻刻消失的美梦 却也无悔无憾 封 Ryuk 武侠 武侠 文侠 不妙 不妙紅蝶蝶蝶 情感無緣 多小黑紅 多小三獸 除新婚禾開天災 前衛世間不來規律一座目 如今無關之星 連懷愛插 強勁混淆 無骨一火強勁消滅 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女英雄 大家還喜歡嗎 非常的詩情畫意 是嗎 決定生你覺得詩情畫意嗎 我怎麼有點挫呢 我覺得我們的描述很詩情畫意 是不是覺得不過癮呢 霹靂調查局之後仍然會持續為大家介紹 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之後你就有機會看到你想看到的內容囉 霹靂調查局 我們下次見